她是个渣男 里面就现实 她说你是她的室友 室友 真快想得出来 她这两个字真的很好用 当然是比浩勇再好听一点 只是你接受吗 这样不会太过分吗 我早就已经是她的室友 确实 颜飞和她同居四年 从未和家里公开过她的身份 她像地下情人一样 尚不得台面无法见人 她想和颜飞结婚 想得到家人朋友的祝福 可颜飞还在母亲的安排下 不停相亲约会 他们的矛盾越积越深 根本无法和解 现在好了 颜飞有了新欢 她也该时去地退出了 可四年的青春她不甘心 她以为的颜飞胆小怕受伤 所以不敢爱 不敢公开身份 然而她错了 四年的时间 她还是不了解 枕边这个男人 她不是胆小懦弱 只是不爱她而已 明明就爱上别人了 为什么不承认 我的确爱上别人了 每一个人心里 只有一个位置 如果我看不出来 就放不清任何人 是 如果你要这么说 我承认 那个位置 红很久 你真的就是一个王八蛋 每当你出来爱个痛快 你就不要出来混 海青还在纠结出国的事情 平均当然看出她有心事 可是她不明白 海青到底想要什么 也许 我去美国 对我们三个人都好吧 原来你还放不下的是我们三个人啊 那你慢慢考虑吧 难道为了逃避问题 就要跑去国外 她是没在做选择 她是都不想要而已 多日未见 颜飞只能来学校赌人 可海青这突如其来的决定 像在耍脾气 要不到糖吃的孩子 关于你的讯息 你都没回 怎么了 等就坏了 没有 我爸回来了 所以呢 他要平均搬走 平均就搬出去了 没有分手了 没有 可是 我爸想要跟他去美国 我应该跟他一起去 我们 不要再见面 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再来找我 只要导人简讯给我 只要打电话给我 我都不会回 等一下 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吧 再见 颜飞才不会当真 他太了解这个别扭的大男孩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再见面吗 我答应吗 你吓什么 你去挑吧 我替你拿着 果然 处在热恋中的颜飞 心情非常美丽 连带着手下的员工 日子都非常好过 大家都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粉红泡泡 可品军这边 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在打工餐厅 海青坚持了几天 终于申请到学校宿舍 结果刚安顿好 品军就病倒了 烧得昏天黑地 还好妹妹打来电话 室友才通知他品军的情况 妹妹敏锐地察觉到 哥哥情绪不对 以往提到他的小王子 哥哥都是幸福快乐的表情 可现在却正好相反 海青因为一直联系不到品军 独自跑九八玩 意外遇到了刚刚分手的吉米 看到照片他才知道 原来颜飞真的和男朋友分开了 这一刻 惊讶 开心 同情 各种情绪 让他很不安 吉米苦求四年都无法撼动的事情 终于被爱情童话打败 果然爱和不爱 就是这么不同 妈 这是海青 出海青 她是我正在教皇的对象